越學越強,陳心儀今天找來這個題目,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The Art of Displacement,一個移動藝術,就是PACOR這個運動 面前的兩位飛躍道的創會會員,阿楓和阿健 其實我見他們之前,我也想不到他們背後有這麼多理念 在香港來講,是否容易找到這些年輕人去持之而行,去練習,去做 會不會很容易放棄,你知什麼都要急,什麼都要快 阿楓,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我都是年輕人,其實我們的流出率是很高的 我們現在玩這麼久,只有十幾個人 其實我們每年會搞四至五次的認知工作坊 目的就是告訴別人,不是要你留在那裡 而是告訴你,什麼是PACOR,你對的,你才過來玩 我們接觸過的都上千 不算平時出去搞,就是外面的社區中心等等 大學搞的訓練班,但是流出率真的很高 為什麼呢?就剛才你講的問題 很多人真的當作踢球,為什麼開心 多少個在街場踢球的,會真的防他們拼命 因為操練了個小時體能,踢甲組 但其實在香港來講,我們都依然可以找到這些人 坦白說,你練習可不開心?開心的 你練體能都很開心的 我們是全部的人,可能二十幾個人 全部做到喊了,哭了,隻手震了 都繼續全部一起頂著 但是被傳媒圈染了的現代年輕人 他們會很覺得,我來到,我不是要做體能 我是來玩的,有些時間是開心的 所以現在就會有這麼多所謂的即成文化 也有這麼多的讀品問題 但是到今時今日,我們依然都可以找到一班 很熱衷於PACOR的新朋友 他們來到,可能有很多人覺得 你的工作坊,你教PACOR,你不是應該教跳 怎麼說,早點體能這麼辛苦 我都未玩已經腳軟了,很多都是這樣 但是,完了之後,他們會覺得 原來PACOR不是我想的 或者甚至是,原來比我想的更加多 會繼續追求下去 到今時今日,其實我們都不斷會有新朋友加入 而他們也都很Respect 大家都很投入這個訓練方法 最大阻礙就是,依然是有很多的錯誤資料 在網上出來,也有很多的傳媒 因為他們要收視,因為要迎合大眾的口味 而去做到一些很負面的報道出來 其實這個是我們很大的障礙 亦都是香港運動風氣的一個障礙 上千的人,有接觸過你們 已經知道,PACOR被他們上了 好像陳森明今天真正跟你們聊天的時候 都已經比我想像的PACOR 是知道了更加之多 我相信你們都有大致 例如阿健在咪後也跟我說過 如果要推廣PACOR 要推廣得好的時候 都有一個可以解決青少年問題的方向 又或者我們可以好好正視和反思的一件事 都可以跟我們說一下,阿健 現在香港的青少年問題 很多人都說 你們已經比以前生活好很多 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不開心 有這麼多不滿 正正是因為物質生活的風性 令到很多人在不同的層面都會滿足到 家裡有得打遊戲,有東西吃 以後不會餓死 但正正這些事 很多人都是家長或者大人 已經設計好 你條路應該怎樣走 應該怎樣走 令到很多青少年 缺乏了想像力和創意 他們永遠都會覺得自己 會再在成年人 被人的安排之下 安排之下 在社會的框框裡面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麼多青少年 他們喜歡打電視遊戲機 或者電腦 因為他們就是想逃離這個世界 他們想拿回一些成功感 其實我們香港非道協會 我們練習拍拖 一個是很重要的訊息 我們想帶給別人 就是我們想對抗這個社會的現象 對抗這個文化 不是說我們做一些反社會的事 絕對不是 我們希望在拍拖裡面 是可以帶給練習者 除了在身體生理上的得益之外 還可以告訴他們 其實可以藉著拍拖 而拿回自己的想像力 拿回自己的創意 從而達至成功感 希望他們用身體去感受 生命可以很自由 在乎你怎樣選擇 但其實創意和拍拖 之間的關係在哪裡 因為其實拍拖 不過現在不可以說是一個很完善的系統 但這個系統還有很多被人發揮的空間 只要不背離一些安全的原則 其實可以按以往運動的經驗 身體的限制 從而作出很多你自己的動作 因為剛才我們說過 拍拖是一個適應環境的運動 但每個人對於適應的定義是不同的 就會令到你會有自己一個拍拖的道路 自己的世界 不過大家不要聽到自由 就以為亂跳亂去事 我相信自由之下會有很大的紀律才可以 因為好像你們這樣說 強調這個不是15歲至25歲 一個短期的運動 也很需要大家不受傷 或者可以長期去玩 無論是短期受傷 或者長期的一個身體影響 都不想發生 其實真的要很自知自己的能力是怎樣 或者很自量才可以玩得好 你要知道自己真是量力而為 剛才你所說的 控制到自己才是自由 你贏人是沒用的 總會有人比你厲害 這個世界一定會有高手比你厲害 或者大家有不同厲害的方面 什麼叫自由呢 你是控制到自己 有什麼想做 但是你知道又是險性 你知道自己可能會做不到 你而不去做 雖然是很帥的 你正在播放 整班人圍著你看 整班觀眾看著 跳到又帥 拍到這條片又正 是啊 是很帥的 但是值不值得呢 是不是拍call 我不敢說不是 但是你自己心思熟慮 還有拍call 其實是說 第一天你要玩拍call 我們第一天告訴你 就是能力而為 絕對不是一個即食的快樂 不過聽阿楓你這樣說的時候 如果你真心去愛這件事的時候 你在裡面可以找到很多樂趣 對於自己做人來說 也有很多啟示在這裡 不過另外一方面 我又想問阿健 我知道你自己 都是從事一個叫做體育的教育工作 其實拍call這種運動 你覺得吸引力又在哪裡呢 我們講了那麼多理念上面的東西 又或者講了給大家聽 真的不可以心急 要量力而為 有很多技巧上面的東西 是需要慢慢學 同時間體能是要保持著 而且保持得很厲害 你覺得拍call的吸引力在哪裡呢 個人來說 因為拍call其實改變了自己很多 訓練體能和發展技巧的時候 你會對自己身體的認識會多了 你對於傷痛和挫折的認識會增加了 增加了對自我的聯繫 知道自己的限制 所以你怎樣著出改善呢 會針對自己怎樣令自己進步 不過呢 因為他本身的Nature 他的性質就是沒有比賽 對於推廣來說 原來也是有一個門檻在這裡 我們在拍call裡面 我們有一個很強調的元素 我們是沒有比賽的 全世界都會面對的問題 就是很難去被政府 或者可能是大的機構去承認 這是一個正式的運動 我們譬如做運動員 你要厲害 就一定要全職 尤其是拍call 一個動作很重的運動 全職你要生活的 你可能需要拍廣告 拍戲 但這些東西呢 就變成是商業社會的東西 但是一開始到商業社會 這個社會就什麼都做比賽的 尤其是在香港 尤其是 什麼都要跟別人鬥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真的會心去想一想 從小到大 阿Sir 阿媽 教給你的 都是一個比賽的社會 你小時候你考試有排名 就是幼稚園總是要清潔 一 二 三 就是其實 社會其實已經在灌輸這個世界 是要鬥的 變相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發展障礙 尤其是你不能去辦贊助 辦比賽 你去辦一些媒體的東西 去賺錢 人家不贊助你 你也很難找到飯吃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進不了奧委會 這個就是搞給阿健說 其實我們在香港遇到這樣的情況 因為港協那邊 我們其實都發了一封信去 體育聯會那些 他們都說我們沒有一個比賽 搞不到一些大型的 國際性的賽事 所以暫時不可以讓我們加入 其實在外國來說 雖然阿楓說得對 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有一些拍拖組織 他們會搞一些比賽 例如是 World Free Run Championship 但其實本質是 跟拍拖的理念完全違背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評審的準則就是 你難度有多高 難度越高的話 分數越高 意思就是說 大家變得那麼難 最後就全部變成打空 但拍拖不只是打空 可能是我們 movement的一部分 而不是我們的全部 所以世界上有兩個很大的聲音 一邊就是要比賽 不斷練空翻 其實就是體操 但只不過在車上打 不是在體操館裡面打 其次就是一班原創者 所以他們就不希望比賽 因為比賽會危險 我們很相信 但是不是真的沒有出路呢 不是的 也可以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比如說過 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 其實法國外交部 跟中國做過一個program 打算在2009年5月 請Yamakasi 在武漢那邊開一些交流 從而等於乒乓波外交 好像 但因為金融海嘯 所以就stand down 其實Yamakasi 現在也有自己做這件事 定期來中國 明白 所以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都有喜愛拍歌的朋友 學兩位所說 雖然前面似乎有很多不同的挑戰 對於推廣上面 對於他真正的體能的基本需要 或者那個耐性 真正對他有多愛 其實我相信也是 意志要很厲害 而且真的要很愛才能堅持到 才能尋找到阿楓剛才所說的快樂 或者阿健 見他一邊講拍歌的時候 就是人本身好像很酷 但都是笑著這樣說 所以如果大家 都想對於這方面 知道多一點的時候 都可以想到 剛才那位 香港飛躍道協會的一個網頁 就是www.parkour.hk parkour 大家就可以找到多一點 關於Parkour的資訊 可以接觸到你們 可以從工作方開始 了解多一點的時候 知道自己 真的 可以給一個挑戰的學習自己 可以給一個 原來影響生活這麼多的 一個學習自己的時候 就由飛躍道開始 由移動藝術開始 我們再次要多謝阿楓和阿健 謝謝兩位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 謝謝 再見 越學越強 陳心儀 謝謝